说个新闻上看的,外国小哥过安检,不记得是哪国的机场了小哥第一次运毒。 没经验,毒品西式后装饮料瓶里随身带了安检员让他喝一口,小哥各种理由推脱引起了怀疑。 但是安检员仍然坚持让小哥喝,结果傻小子喝了一大口之后挂了。 后来他的家属把机场安检部门告了,说带毒也不是死罪。 你们明知道那不是饮料还逼他喝,你们负责。 T2航站楼国际,第一层安检门,一家五口,爷爷奶奶送到安检口不能进去了。 爸妈推住一个折叠小车,车上保险带扣住一个两岁左右小男孩进去了。 小男孩回声问,爷爷奶奶快点进来呀。 爷爷奶奶说,我们不去美国了。 你可要听话呀。 小男孩挖得大哭。 翻身往外扑,车整个翻倒了。 爷爷奶奶大喊宝贝呀,冲过安检就进去了。 四个大人一个孩子,在地上翻滚成一团。 最后硬是把车连人都抬起来了。 那真是飙泪呀。 我在旁边。 眼泪都飞我身了,无脸。 前两年在内蒙的煤矿上班。 出了个小小的工伤。 我跟我的小伙伴俩人他伤的头。 我伤的胳膊。 俩人都打住绷带。 他头上还有医用的那种头套。 网状的。 我俩反正不用上班。 伤也不算重。 小伙伴就开住车。 我俩去市里转转。 刚进市区就碰到警察林检。 跨住枪的。 看我俩伤成这样以为不是好人。 把我俩分开问了半个多小时。 无脸,无脸。 我九岁有一次坐飞机。 那时候我知道有安检这个事情。 所以把东西都放小书包里面了。 小书包在专门检查行李的那里。 只有一个悠悠球想住, 随时随刻可以玩就放在口袋。 安检的时候。 安检的哥哥拿个机器来扫来扫去。 扫到那个口袋的时候。 滴滴滴滴。 我那时候才知道这东西还有声音。 本来以为只有个指示灯。 然后安检哥哥就把悠悠球拿过去检查。 嘴里还说, 助你口袋里面还有东西啊。 我就怕他把悠悠球抢走。 就说这是悠悠球。 说完就抢回来了。 现在想起来还真该说声谢谢啊。 我这种小孩子都检查。 那些不法之人根本别想得逞了。 以为只有我们新疆这样安检呢? 确实多点耐心吧。 安检员不容易。 也是为了大家的生命财产安全。 说到这想说说。 我第一次过安检的事。 快到安检地方的时候。 那个安检员手拿探测仪冲住我就过来了。 面相看起来好凶。 当时把我吓得。 以为怎么了。 直到检查完才反应过来。 看到跟前几人都在笑。 感觉有点丢脸。 我想静静。 当然了。 这也说明了安检小哥哥小姐姐的责任心。 都是在为我们的生命安全和财产安全考虑。 你还遇到过什么叙事呢? 欢迎在评论区分享。 看完别忘了点个赞哦。